各位师兄大德,我是小赖,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研究生抄写地藏经真实感应 一,我与地藏菩萨和地藏经的深厚缘分 我是一名研究生,从去年开始才接触佛门 是佛门里面一名小小的新弟子 承蒙菩萨的慈悲加持和恩惠 来和大家说一说我抄写和读诵地藏经的感应 可能是跟地藏菩萨有缘分吧 我每次瞻仰到地藏菩萨的时候都觉得很亲切 每一次在我起心动念想要抄写地藏经的时候 我就会做梦 第一次我想抄写地藏经的时候 是生病在医院里 我生过太多奇怪的病了 医生都搞不清楚我的生病原因 国内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中医西医大夫我通通都见过 然而他们都治不好我 症状不赘述了 但身心备受折磨,很痛苦 我甚至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 想到了抄地藏经 但当时只是一个想法 并不坚定 当天晚上我就梦到自己带着一群人去抄金的店里面 我拿着一块大石头 上面金笔刻着地藏经 有两个男女店员点名 全是我不知道的名字 只记住了其中有一个姓长 然后店员点到我的名字 我大声地喊道 大家都笑了 还梦到了一头巨大无比的神兽 白底黑斑 长得像豹子和狮子 头有一片墙的直径那么大 他在梦里吼了一声 声音充满了我描述不出来的威慑力和力量 听到他的声音我很安心 后来抄写地藏经时 发现里面有一段说 世尊出狮子吼音 不知道算不算我梦到了世尊的声音 现在想起来 还是觉得很神奇 惭愧的是 梦醒了之后 我并没有立刻抄地藏经 当时觉得手头上经书太多了 写完再请也来得及 第二次我想要抄地藏经的时候 晚上梦到了自己抱着一堆东西 想要去救华山 但却迷路了 有一个男的从背后打开了我的包 想要偷东西 还好我警醒 包只是被打开了 里面一卷一卷的好多钱没有丢 还梦到了在一个漆黑的房间 我的母亲跪拜住我 想要让我摸他的头 至今不知道什么意思 隔了没多久 我便从天悦民方请了地藏经和其他经书 第三次就在请地藏经来我家的路上 我又梦到了自己在书房 把地藏经放在书架上 并没有立刻抄 现实当中我确实也是没有立刻抄写 害怕招鬼 这种想法是错误且愚昧的 请大家耐心阅读 我后面会写到 现在想想真的脸红 佛菩萨总是在一次一次给我机会 点化我 告诉我把地藏经抄写下去 能给自己和众生带来利益 我却一次一次地被揽 第四次我想抄地藏经的时候 直接梦到了玻璃上面 有闪住惊弓的地藏菩萨 菩萨的脚下是打开的箱子 里面装着珍珠和金银珠宝 还有很多宝物 一一生灰 就在我很高兴看到菩萨的时候 菩萨一闪消失了 好在后来 我终于把手头上的经书写完 记出 怀着很高兴和雀悦的心情 开始抄写地藏经 如果说这第几次起心动念抄经的梦是个启示 那我开始抄经后做的梦就更有趣了 我一直在抄僧家炸经 和要是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都有回向给自己的六亲众生和冤亲债主 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收到我的回向 有时候我也会想 回向给他们 真的有用吗 就在抄写地藏经的第一天晚上 我梦到了自己和朋友 他自己一直抄经 也推荐我抄在自己家房间里 有一朵巨大透明红边的莲花 我用铁筒往莲花里面 倒纸张之类的东西 让莲花开得更好 有一个人在远程教我们做这件事情 在梦里我们感受到 听到有很多人进入到莲花里面 但我看不到 在梦里我都觉得自己像在做梦 原以为只有十几个几百个人 没想到人数有如此多 就在他们往莲花里面走的时候 我还感觉到有一个小女孩 往我这边走 声音怯声声的 她对旁边的人说 我想让她抄地藏经超度我 旁边一个稍大的女性声音说 快走吧 有这个就不错了 醒来我觉得很殊胜 我想一定是地藏王菩萨的慈悲 和地藏经的威力 让他们好好的去好地方了 也提醒我自己 要好好的护持修行地藏法门 我把这个梦 拿给一个很厉害的贵人大哥解梦 他的答复 也是我和地藏菩萨有缘分 要我继续好好的努力 精进自己的修行 二 对地藏经升起强大信心 在这几天里 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因为自己家里的原因 我没有办法在家 好好的供奉地藏菩萨的像 于是我想要从自己花钱 请地藏菩萨像 然后无常结缘给他人供奉 结缘的人都已经找好了 在我付款的当天 银行卡居然因为密码输入 次数过多冻结了 而且我输入的密码是正确的 于是我又问了贵人大哥 原来因为我的无知 差点好心办了坏事 我们可以无常结缘给别人经书 但佛像还是要慎重的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做这件事情 结缘佛像还是要去寺庙和正规场所 自己恭恭敬敬地请 要如法 希望大家以我的错误为鉴 这也让我对地藏菩萨 地藏经升起了更大的尽信心 和恭敬烈母之心 我冥冥之中觉得 银行卡冻结这件事情 是地藏菩萨的慈悲观照 他一定是不忍心 我好心办坏事 梦境始终是现实的映照 现在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诵经超经之后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感应 一开始我很害怕抄地藏经 因为我这个人体质比较敏感 在超僧家炸经时 我都感觉到手发酸 比发沉眼前一片黑雾 胳膊沉到必须要捏着胳膊 才能下笔 肩膀重到要趴在桌子上写 写一个字跟刻字一样 费好大的力气是我业障中 僧家炸经令我消除业障 再次赞叹僧妾炸经的 不可思议威力 而且我本来就神经衰弱 一晚上睡觉醒好多次 闭上眼睛 眼前会出现很多画面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没有人在我身边一起睡的话 关上灯我会恐惧到睡不住 即使是睡住了 也会反反复复地诡压床 看到各式各样的好兄弟 三 抄写和读诵经书要保持正知正念 因此尽管我自己很想抄地藏经 却迟迟不敢动鼻 于是我上网咨询了修行地藏法门的常乐师兄 他给我的答复让我鼓足了勇气 生起欢喜心开始抄经 现在将常乐师兄给我的答复分享给大家 希望和我一样曾被邪知邪见迷惑 不敢抄经的师兄们可以受益 一 修行地藏法门一定要保持正知正见 不了解佛法和因果的人才会说 抄诵地藏经会招来不好的东西 因为首先 我们念任何一部经书 如金刚经心经或其他经典 都会利益到众生 并不是修行地藏法门才会利益到他们 二 我们要清楚众生为什么会来 他们是来文法的 不是来害我们的 抄诵经书众生都可以获益 他们都会来感谢我们的 感召来的众生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的冤亲债主 一种是有缘众生 有缘众生就是我们抄诵经书 他们刚好能够听闻 我们能把他们渡走 就结下善缘了 冤亲债主是我们过去是结下仇的 对我们有不满的 就比如我们今生遇见小人了 总会和一个人不对付 那他就是我们的冤亲债主 投胎来我们身边了 这是在人道的冤亲债主 还有的是在轨道的 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不顺 感觉到有东西招来要害我们 对比我抄僧家诈经的感应 可见所言不虚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 感召他们过来 是化解怨恨和矛盾的 不是我们抄诵经书 他们才会来 不抄不念的时候 我们身边也有 所以他们来了 带给我们障碍 困扰 让我们没有信心 抄诵经书 我们更要怀着忏悔 和他们道歉 希望他们受益的心态 去抄诵经书 用慈悲心感化他们 他们就能渡走 去享受安乐 冤家以解不以解 更何况 经书功德利益 加持不可思议 只要我们用好的心态 去抄诵经书 感化冤亲债主 佛菩萨都会加持我们 帮助我们 渡走众生和冤亲债主的 三 不单是冤亲债主 地狱里 还有我们曾经的亲人 有些人老是梦到 自己过世的亲人 和不认识的鬼神之类的 地藏经里写得很明白了 那都是我们过去世里的亲人 在不好的地方受苦 寄希望于我们 托梦给我们 希望我们能抄诵经书 令他们离苦得乐 他们已经很苦了 我们怎么能够置之不理呢 四 我们抄诵经书 是有佛菩萨和护法 加持维护的 只有冤亲债主 才能进得了我们的身 我们之间有因果 解灵还需系灵人 用忏悔人词的心态 去积极地调解开来 对佛菩萨有信心 一切就都会是最好的结果 五 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是坏的事情 过段时间再来看 是在佛菩萨加持下 对我们好的事情 了解了这些之后 我就开始迫不及待地 抄地藏经了 刚动笔抄的时候 就觉得很不一般 不仅没有感觉到 有人要害我 恰恰相反 我觉得抄经时 气氛特别祥和 浑身上下都特别温暖 很神奇 我感觉招来害我的众生 都不见了 也很惭愧 看来我的冤亲债主们都很好 反而是我自己的心思太阴暗 我应该再早一点开始抄写的 四 身体变得更健康 慈悲心也升起来了 我的脚是常年冰凉的 夏天再热 我也手凉脚凉 背后不出汗 抄经的时候 我总感觉背后有一个小太阳 暖轰轰的照耀住我 手脚都特别的热乎 抄完一摸背后 发现出汗了 僧家炸经 一开始我一个小时 只能抄半夜 字还经常写歪 抄完一本花了三个多月 地藏经我描得工工整整的 而且想一直一直抄下去 不到半个月就抄写完一本了 头几次抄地藏经时 我总会闻到一股温暖的 类似柑橘和奶香结合的香味 我抄到暂时 觉得这是天女唱着的曼妙的歌谣 脑海中会有花瓣飘到地藏菩萨身边的画面 地藏菩萨与师尊对话的画面 好像我头抵着的贵主 前面就是地藏菩萨 白色的衣服 粉色的绿色的飘带 这只是我个人脑海中出现的画面 各位师兄莫要住想 抄到婆罗门女寻母那一段时 整个人哭得稀里哗啦 不能自知 第一次送地藏经的时候 我也是眼泪鼻涕不停地流 尽管我在心里控制自己的情绪 却还是忍不住差一点嚎啕大哭 别的经书 比如《僧家诈经》 给我的感觉是一本庄严光明 力量很坚硬的法宝 我捧起地藏经的时候 总觉得它像母亲一样 力量温暖柔软坚定 又源源不断 在这之前我不明白 为什么地藏经被称之为佛门孝经 读诵抄写完地藏经之后 我明白了 地藏菩萨不仅仅是 救度了自己一世的母亲 也救度了别人生生世世的母亲 救度了六道中所有最苦的众生 他在替我们所有人 行我们本应该进的那份孝 以大爱无私地照顾住 娑婆世界的我们 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地藏菩萨如此大慈大悲 更发愿度尽最苦众生 然后自己才成佛 每每私集到这里 我就也想要回报爸爸妈妈 对我的爱护和恩情 有一次我看到电视里 一个穷苦的妈妈 给自己的孩子抢衣服 胳膊划伤了好几道 那时候我就在想 天下父母对自己的孩子 有如此多的爱 甚至不顾牺牲命 孩子又能报答父母几分呢 门心自问我们真的能跟地藏菩萨一样 做到为了自己的母亲 便买一切家宅 舍弃自己所爱之人 度母亲和众生去好地方吗 如果不能完全做到 那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做 也是学习地藏菩萨了 从这之后 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好好孝敬父母 五 二十来年来 父女之间的隔阂和冰封 在阳光下消融 其实之前的我与父亲 感情非常不好 我们俩都明白 自己关爱着对方 但我父亲是一个心直口快之人 怒火上来就会发泄 砸碎过家里的电视机 和很多器物 有一次吃饭 甚至掀了桌子 因为我学习不好 他撕碎过我的书 也扇过我耳光 体罚过我 虽然是小时候的事情 但我记恨了他十多年 其实我七八岁之后 特别害怕他 他发现了一直在弥补我 改变自己的脾气 现在比之前好多了 但我还是和他无法和好 今年夏天在外度假 我与父亲发生口角之后 直接被骑晕了 抑郁症从轻中度 转到了重度 醒来之后尝试过自杀 还好因为牵挂妈妈 我没有做出这种傻事 我与父亲 有尝试过坐下来好好谈 可是谁都说服不了谁 他不明白 我为什么还记着 小时候的事情 我不明白 他在我小时候 为什么要那么对待我 然而现在 我开始想开了 若无相欠 怎会相见 而且老实说 我父亲对我付出了非常多 我知道他是疼爱我的 想起来因为我生病 他一夜之间白了一半的头发 想起来他因为我学习不好 自己偷偷地哭 想起来他总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悄悄地对我说对不起 想起来家里不富裕的时候 我爱吃的 他总是给我买一大堆 现在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好了 很乐意亲近他 他说话我乐意听 从他的话里 我总能得到知识 父亲有时候说我两句 我也能虚心接受了 我能意识到 父亲确实是为我操心 笨拙地用他的方式爱住我 因为这个 我也总愿意看住他笑 我与母亲关系一直很好 但我却没意识到之前与父亲产生隔阂 他家在中间有多么的难过 现在我母亲看我们也俩关系好了 有时候还和我吐槽父亲呢 哈哈 因为他知道我会宽慰他 找父亲的好处来替他消解了 现在的我觉得 父母在世身体健康 就很知足了 二十来年冰封的关系 到现在的转变 也不过是短短一个月 再就是我现在不害怕一个人睡了 我的房间晚上都是自己关灯 而且一觉睡到大天亮 再也没有半夜醒来 吓得睡不住 可能是我个人体质原因 能感受到有守护我的众生在 特别温暖和安心 六 让我脱胎换骨 如获新生 世界原来很美好 不知不觉也就睡住了 我的抑郁倾向也消失了 不再怨天尤人 觉得别人都欠我的 开始愿意抱着仁慈的心态 包容和帮助别人了 每天醒来 都觉得世界很美好 脸上常常挂着笑容 我的朋友都说 我从一个愤青朋克摇滚少女 变成了一个佛系好青年 哈哈 每一次读诵地藏经的时候 即使我当天没有沐浴 也总觉得自己身上污垢没有了 变得很干净 那种感觉很殊胜和奇妙 我甚至无法用语言形容 推荐大家都来抄写和读诵地藏经 真的是我遇到过的特别殊胜 像母亲一样关怀备知的法宝了 在此赞叹地藏菩萨和地藏本愿经的大威神力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